眼前的工人卖力的将草地挖了一个大洞 位在三支区的公所前方 有一颗年纪超过100岁的樱花树 在多年前经由民众捐赠给公所 移植到眼前这个位置之后 每年的花矿却不如预期 因此在这个月初 区公所也找来了专家学者 前来替这颗樱花王诊断病因 而区公所表示在这颗樱花树底下 因为土壤太厚了加上排水不良 因此今天也找来了工人 开始施作维护的工程 百年樱花它开花的花苞不是很好 它的主要原因包括就是根系 它的扩展的情况不是很好 那再来可能有一些比较潮湿积水 所以我们现在在做一些改善 被称为樱花王的百年山樱花树 每年都是全市最晚开的山樱花 也成为新北市台湾山樱的指标树 但是老山樱花在去年几乎没有开花 在专家勘察过后直说是根部出了问题 而区公所也表示 未来除了要将根部的排水问题解决之外 还要进行虫害的预防 那现在目前经过挖出来了 那我们大概初步看到就是说 有些细根是有出来 但是还不是那么多 那再来有些地方比较潮湿 这个房子是一个比较长期的 可能要持续到一年左右 那在这一年我们会做大概两三次的一个 改善的一个做法 这棵百年山樱花原本都是在樱花季末期开花 不过近几年却越开越少 区公所表示 虽然确定没有生病 只是根部所覆盖的土壤太多 导致排水不良 在公所的维护工程展开之后 将为期一年的时间 分成三个阶段进行 希望明年可以正常的开花 记者是团一三只采访报导